向上禮佛三位信 代位信 三位信 恭敬法師上座 禮敬法師 請坐下 好 有聲音嗎 有 好我們一起歸一發心 請合掌 諸佛正法顯聖三寶尊 從今直至菩提我歸一 我以所修文法諸之良 為力有情故願大絕成 諸佛正法顯聖三寶尊 從今直至菩提我歸一 我以所修文法諸之良 為力有情故願大絕成 諸佛正法顯聖三寶尊 從今直至菩提我歸一 我以所修文法諸之良 為力有情故願大絕成 好 那我們 上堂課 已經把 七種作儀或八種作儀 介紹完了 那可能大家還有一個問題 我問到說 既然 初禪 禁分的時候有講到一個 僅初業者作意 那為何在之前 初禪 禁分之前還要再講到一個 初業者作意 那這兩者 到底有何差別呢 那就如同 可以看到 屏幕上 在初業者作意當中 他有三種 第一個叫做作意之初業者作意 第2是僅初業者作意 第3是禁或初業者作意 這三者雖然都有一個 初業者作意的名稱 但是他的時間點是不同的 如果說不把初業者作意 總的初業者作意 獨立開來 分開來講 那這樣的 這個初業者作意就很難在 這個 作意當中案例了 所以到底初業者作意 他是在禁分作意之前 還是在禁分作意的 同時 還是禁分作意之後呢 其實這三者都有 初業者作意當中的 作意之初業者作意 他是算 初產禁分之前 的前行 也就是說 他是在第九助星的時候 會有一個作意叫做 作意之初業者作意 那這個是 禁分的前行 也就是第九助星 那如果講到了 僅初業者作意的話 他是獲得 即止 剛得即止的 這個時間點 也就是獲得禁分 出產禁分的同時 會獲得 僅初業者作意 那在這個之後 開始要觀察上界 上下二界的 功過時呢 就會有一個叫做 了象作意的 那這個另外名稱 也稱之為 禁後初業者作意 所以這個初業者作意 比較廣義 比較廣義的來講 他可以分為 禁分之前 也就是第九助星 以及 獲得禁分的當下 也就是 僅初業者作意 以及 獲得禁分之後 開始要休息 聖關的 這個時候 會得到 禁後初業者作意 所以初業者作意 他必須要 獨立 分開來講 因為他有這三個階段 那 真正開始 從極止 從獲得禁分 獲得極止 以後 來算作意的話 會有七種作意 就是 僅初業者作意 了象作意 聖結作意 遠離作意 涉喜作意 觀察作意 以及 嘉行究竟作意 在這個字上 如果要算 透過 這七種作意 然後 以及 對於 已經對於 御界禮遇的當下 會得到 架行究竟果作意 也就是 對峙御界第九品 煩惱的這個解脫道 獲得的同時 就會獲得 架行究竟果作意 所以說 這個八種作意 要如何算呢 如果說在 禁分之後來算 那禁分 剛獲得禁分的時候 會得到 僅初業者作意 然後依序往後來算 會有 七種 然後最後有一個 把這個加行究竟的 結果 算進來的話 就會有八種作意 所以基本上這個 八種作意的 分配是如此的 這邊簡單做一下說明 然後我們回到 廣論的原文 好我們上次上到 396頁 倒數第二行 那這之前就是介紹完 七種作意 就是獲得禁分之後的 七種作意 那看到最後一行 如是 弱斷 軟品 這個軟品把它改成 夏品 也就是 呃 玉界的 第七第八第九 這三品煩惱稱之為夏品 夏品的煩惱 弱斷 夏品煩惱 即是催化一切 玉界煩惱 現行 當 完全斷除 或者說對於 這個 夏品的這三種煩惱呢 离遇的時候 也就是 基本上是 吹壞 或者說對於 玉界的一切煩惱 現行离遇了 暫時無少分 而能陷起 那這時候已經 這種初分的煩惱 現行他不會陷起了 然非 畢竟 勇害種子 但是這種 離遇的方式 這種觀察 上下 惡界 功過的方式呢 他不能根本的去 斷除 玉界煩惱的種子 為什麼不能斷除 玉界煩惱的種子呢 因為 玉界煩惱的種子 這個根本是什麼呢 是我值 那僅僅透過 上下惡界 功過這種 觀修方式呢 他不能直接 危害到我值 因為他的 我值的 所直徑 是認為有我 我有地實這一點 但是 這種觀察 功過的方式 他並不能直接 傷害到 認為有地實的 這種執著 所以他不能 勇斷 勇害 煩惱的種子 由此 能離 無所有處 以下 注意 但是用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他確實 可以對於 無所有天 以下 就是無色界當中的 第三重天 以下 的 不管是色界也好 玉界也好 所有的煩惱 都能夠 离遇 然 上不能 滅除 有頂線型煩惱 但是這種方式呢 頂多就只能 對於 無所有天 以下的煩惱 离遇 他不能對於 有頂天 就是 三界當中 最高的天 做离遇 就是有頂天的煩惱 他沒辦法 透過這樣的方式 离遇 因為他 雖然說 可以觀察 自界的過失 然而不能觀察 上界的功德 所以他不能 徹底的 對於 有頂天的煩惱 离遇 何況能得 永度生死 那既然 對於有頂天的煩惱 沒辦法 离遇的話呢 就更別談到說 要能夠去斷除 有頂天的煩惱了 也就是用 透過這樣的一個 出境形象道呢 他是根本沒辦法 脫離三界的 然 离遇禁律 亦能獲得 五種神通 但是 雖然如此 他雖然說不能對於三界的禮遇 他不能 不能脫離三界 不能脫離三界的煩惱 但是他還是可以獲得五種神通 也就是當他獲得 禪定以後 獲得禁律 出禪的定以後呢 他就可以依著這樣一個定 去修習 五種神通 那譬如說 要修習天眼通 那他可以在定的狀態下呢 去觀修這種 光明 遍布十方的方式 那或者說 觀想身體很輕 那他 他就會 慢慢會獲得 神足通 那天眼通就是 觀想光明遍布十方 那天耳通就是 觀想聲音遍布十方 等等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去修習 五種神通 孔凡不露 那這樣的一個內容呢 是在金曼論有提到 那這樣一個 這個地方就不截錄了 如聲文帝雲 如聲文帝 極廣宣說 在聲文帝 也有廣泛的宣說 應當了之 那應當了之 應該把它 改成說當往言樂 就是要去了解這樣的內容呢 我們可以去閱讀 聲文帝 金曼論 等等的內涵 都有提到 現在 無修詞等 根本禁律之理 故意無有 錯誤引導 那現在這個時間呢 這個時代呢 對於修習 禪定這樣的一個道理 修習根本禁律的道理 其實 根本沒有這種廣泛的講解 所以呢 其實也沒有所謂的錯誤引導 因為沒有引導可言 然於此等 若真了解 那這邊 把它調整回 然於此等 非僅文字 若真了解 責佔於余定 亦斷歧途 最為利益 那對於以上上述所提到的這些 修訂的方式 如果說能夠真正去了解的話呢 那不要說 基本的這種禪定呢 對於其他任何的三摩地呢 都能夠斷除歧途 最為利益能夠對我們的幫助是很大的 如是 四種禁律 事物設定 及五神通 與外道共 唯得此定 非但不能脫離生死 反於生死 而為 信服 故於生莫他 不應洗足 更當尋求真無我 見 匹婆舍那 那 這邊提到的 四種禁律 四禪 以及事物設定 乃至說五神通 等等呢 這些 都是與外道相共的 也就是說外道他也能夠 獲得四禪 也能夠獲得事物設定 也能夠獲得五神通 所以他並不是 內道不共的修法 唯得此定非但不能脫離生死 反於生死而為信服 如果說僅僅 獲得這樣的一個定的話呢 他不僅不能脫離生死 反而還有可能成為 生死的 媳婦 所以故於 射莫他不應洗足 所以不是說 我們得到了一個 極使 我們就感到洗足 就感到驕傲 感覺好像 不 异於常人 甚至說我們有五通 就覺得我們非常厲害了 有殊勝的成就 其實 這都是錯誤的見解 更當尋求真無我見 匹伯舍納 在這個字上呢 應該要去尋求 所謂的無我見 這種實相的 匹伯舍納 聖官 眾為廣之 修 出禁律 等根本定法 然於 前說 赦摸他 霍名做義法 定當了之 雖然說 我們沒辦法 很廣泛的去了知 這種修習 禪定的 方法 但是對於 之前我們提到 這些修 奢摩他的 這些次第 辦法呢 或者說 這種 所謂的 作意 也就是 極使 這些方法 我們都應該要去了知的 此事波羅波羅彌多 聖身經中 所說九種 助心 中官修賜 之所 之所建立 之所安立 無前一役 那這些內涵呢 都是 医者 就是大師 在聖摩塔這個地方 所提到這些修行的次第 這些抉擇 都是医者波羅波羅彌多聖身經典的 教授 然後把它整理出來的 所以裡面提到的九種助心也好 或者說中官修賜 中 初中 後篇 所提到這些修定的內涵 都是 依著這些經典 來建立的 所以 在之前都有引到 那又 莊嚴經論 及烏濁菩薩 於菩薩地 大乘對法 色覺則分 解筆意去 那 對於經典的內涵呢 也依著 精莊嚴論 還有一些 烏濁菩薩 所造的 余邪師利論 聖文帝 菩薩地 等等 這些大乘的對法 對法障 還有色覺 覺則分也是 烏濁菩薩所造的 那都依著這些的 過去傳承祖師的意趣 來做 解釋的 又色覺則分 與 止觀 惡法 指深文帝 故深文帝 解釋最廣 那在 色覺則分當中 也就是 烏濁菩薩所造的 余邪師利論 色覺則分當中 提到有關 止觀 二種修法呢 他大部分都指向了 深文帝 所提到的 也就是說 在深文帝裡面 講的內容 是最廣的 所以 很多 經典的 很多的論著裡面 都提到說 要去演閱 深文帝 所提到的 所解釋的內涵 又指注意 中觀修赤論 及惠度教授論 一成懸說 所以有關這樣的內涵呢 不管在 蓮花界論師 所造的中觀修赤 初中後篇 以及 這個先帝把大師 所造的惠度教授論 都是這樣講到的 所以 辯中辯論說 由八段行 段五過禮 修色魔他法 精善觀彼 等諸心要義 略是一二 全無度傳 所以 辯中辯論 這個 弥勒菩薩 所造的辯中辯論 提到的 透過八種斷行 來斷除 五種過失 這種 修色魔他的方法呢 今天 上觀彼等 注意 上觀彼等 心要義 略是一二 全無度傳 所以如果說 能夠 依循的這些教理 仔細的去觀察 這種修色魔他的方式 以及他的要義的話呢 其實 全部都是沒有 杜撰的 完全都是 依著這些傳承 祖師的 教授 來把他 整理出來的 現在 修禁律者 且無此等之名 然而 現在很多修行禪定的人呢 尚且都不會提到 這些的名詞 譬如說 九柱星 八段行 五種過失等等 這些都沒有提到 又有一類 先學論時 雖之其名 然 未善其矣 後修行時 見無所需 棄而修語 那 有一種人呢 他雖然說在 學習 經論的時候呢 他了知了 這些名詞 但是 對於這些名詞 了解以後 他不了解 他背後的意涵 所以 等到他開始 實修的時候呢 他發現這些名詞 對他沒有絲毫的幫助 他就把他捨棄 然後再去尋找 其他修訂的方便 修訂的口訣教授 這些都是一種 錯誤的形象 又有眾多 略得 職品 所設正定 便未以得 空三摩地 獲得 內外所共 第九住心 定 便未以得 無上於且 聚眾得向 圓滿次第 即未以得根本 厚德 合雜無間 無分別置 皆是 未能善解之相 那有一類人呢 他 透過修習 他 雖然得到 一點 這個 止住修 所設的 這種鎮定 他不是 並不是真的 可能得到九住心的 任何一品 然後認為說 於是就認為說 我已經得到了 所謂的空三摩地 空三摩地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圓著空性的 這種 極止 圓著空性的三摩地 他認為說 他只要得到了極止 就是得到了 圓著空性的三摩地 獲得 內外 所共 第九住心 便未以得 無上於且 聚眾得向 圓滿次第 那或者有人認為說 他僅僅得到了 第九住心 就認為說自己 已經獲得 無上於且當中 所提到的 圓滿次第的內容 然後就認為說自己 已經得到的 根本厚德 合雜無間 無分別置 也就是我們之前有提到說 根本 根本志 以及厚德位 根本定 以及厚德位 能夠合雜無間的 只有佛陀 就是根本定 厚德位 他都能夠 任運 同時存在 同一體性 這這樣的一個境界呢 唯有佛陀能夠辦到 那一般 菩薩聖者呢 他 雖然說 他有根本定 也有厚德位 但是他不能夠同時存在 當他進入 正空性的根本定的當下 他沒辦法 做厚德位的這種 立身的事業 那他 在做立身的事業 他沒辦法進入 正空性的根本定 他這兩者是 體性相異的一個狀態 那唯有成佛的時候呢 才能夠使 根本位 以及厚德位 能夠合雜無間 的這樣 獲得這樣的一個 殊勝的 無分別置 那有人會認為說 他得到了第九住心 就是得到了圓滿次第的 這種正量 就是獲得像佛陀 一樣的功德 這些都是未能善解之項 所以在此處呢 大師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如果要修習 神魔祂 要修訂 一定要依著傳承的教授 依著這些 這個諸大士論 所提到的修訂內涵 來做修辭 雖然這些內容是非常的 廣大的 必須要去做 廣放的文師 但是 這樣的一個修行內容是 絕對沒有錯 那有些人認為說 我在修行的時候呢 只要尋找這種 很簡單的口訣教授 我們只要容易上手就可以了 其實 這些修行內涵 可能都會 讓我們倒向歧途 所以一定 必須要依著傳承的教授 來做修辭 若於上說 善得定解 則不因其 假說 修無所原 無相了意 美妙名稱 而生誤解 那對於 這些傳承的教授 如果能夠善加了解 並且得到定解以後呢 就不會因為某些 好像自稱為 得到了禪定 有神通的這些 自稱為導師的一些人呢 就不會因為他假說 修無所原 他認為說 我這樣修行就是叫做修無所原 然後修起空性的 了意內涵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美妙名稱 然後我們就認為說 哇這就是一個真正修行 產地 無錯妙的方法 然後而產生誤解 若能 實之此定之意 便能了之 其途 其非其途 故於此諸定量教說 修三摩地次地 應當善巧 所以說 對於這樣修定的道理 他的意理呢 如果能夠了之的話 我們就能夠去分辨 所謂的 真正的修定方法 以及錯誤的修定方法 所以對於這些 定量的教說 修習三摩地的次地呢 我們都應該要善巧 要善加的去學習 好那以上這個地方就是 告一段落了 傳承組織所造的諸大的 一種修定的方便 無分別教 無分別教就是指 這邊無分結就是指 無分別定 也就是極指 在經論當中 沒有提到修定的教授 不於有處求 無處求未得 然後變成怎麼樣的一個形象呢 不於有處求 不於經典 經論當中 有講到 這些修定教授的地方去尋求 反過來找那些 邪門外道的導師 去求這些所謂修定的教授 無處求未得 從那些 邪門外道 去尋求修定的方法 他認為說 我們自己得到了修定 得到了極指 尚且未能變 內外道 內外定差別 況能善分辨 小乘及大乘 那 這些沒有傳承教授的 修定引導呢 尚且都沒辦法去分辨說 所謂的 內外道 定的差別 何況說能夠去善加分辨 小乘以及大乘 乃至說 顯教以及密教 種種三模的 差別 所以 見此故 顯說 大論修定法 所以 大師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以後呢 才在此處呢 特別 去彰顯 經論當中所提到的 修定方法 所以看起來 什麼他的這個 篇幅才會變得這麼大 才會這麼仔細 看起來似乎很複雜 然而為了要 彰顯 大經大論 所提到修定的內涵 所以大師花了 很大的力氣 把它 整理出來 九席大論有 莫捨自珍寶 所以 對於這種長久 修習 大論的 學者 千萬不要 棄捨 我們自家的 珍寶 而取 他假使 願是 寶自有 然後反過來 去尋求 其他那種 所謂 自稱有 修訂方法 這種 假的寶石 希望大家能夠 知道 這些珍寶 這種修行的 教授珍寶呢 我們自家就有了 應該從自家 這些佛陀 所講的 經論當中 去尋求 佛建 楚魯學 別無 教授意 藏文 助 靈樂 願觀察 彼 所以 佛陀 看到說 除了我們 能夠去 精勤的 學習 這些教授 這些經論 沒有 其他的 教授的方 方便了 所以佛陀 非常 非常的 讚嘆 能夠 聽文 多文 我們廣學經論 並且注重在 零手之間 然後去 修行 願觀察 彼翼 無分別指道 修法與修量 未得善了解 取勞修訂時 尚需 一致者 如實 知修法 所以 希望說 我們能夠去觀察 經典所提到的 這些義理 這種所謂 無分別 修止的 方便 那他的修法 為何 修 修的量為何 修起之量為何 如果說對這些道理都不了解 未得善了解 然後經花了很大的努力 去修習 禪定的這些人呢 這些 與其事呢 尚且 需要 依循智者 所講的道理 如實 知修法 如實了失 這些過去傳承祖師 所講到的 這些修法 否則 佔修習 與教 損害小 那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呢 那 齊寢這些 自稱為 智者的人呢 那寧可 不要出來 弘法 暫且 修習 這樣子反過來 還對於 教法的 損害小 如果說對於 經教的道理 不了解 沒有傳承的教授 那出來 弘法的話 反而會造成 教法的 損害 所以寧可希望他們 就好自修習 不要出來 講法 此尊 無卓論 所說 修止法 唯聖教九柱 故經略解釋 那 在此處所提到的 一切修定的方便呢 全部都是依著 此尊 弥勒菩薩 以及 無卓菩薩 所造的 諸論 所說的 修定的方法 那為了能夠使聖教九柱 所以 故經略解釋 大師說 在此處呢 就 做一個 比較 簡單的 介紹 解釋 已是 上師道 次第中 學菩薩行 於 奢摩他 淨律自性 如何學法 那以上呢 就介紹完 上師道 當中 講到菩薩行 以及說 在 奢摩他 學習淨律自性 應該要如何修學的方法 那菩提道次第 論卷 十六宗 接下來是講到 菩提道次第 廣論卷十七 如是為 如前 以說 正 奢摩他 心與 一緣 如其所欲 安置 而住 無諸分別 好 那 以上呢 就是已經完整的 講完了 奢摩他的 修行方法 那我們這個地方 就 簡單的一個 做總色 那我們可以從 科判的地方來看 比較容易 收色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 科判 首先講到 別學厚二波羅波羅 波羅蜜多 那也就是學習 止觀的部分 那在學習止觀的時候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說 為什麼要學習止觀 所以要了解 修習止觀的勝利 那修習止觀勝利是什麼呢 在廣論裡面主要提到的 就是 不管是大乘小乘 我們說一切功德 他都是從止修 以及觀修 所產生的 所以 我們要獲得 一切的功德 他的根源 就必須要來自於 止修 以及觀修 所以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修習止觀的原因 不管是 外道也好 世間 以及初世間 一切的功德 都來自於 止修 以及觀修 顯示此二 設一切定 而止觀這二者呢 含色了一切三摩地 所以雖然說經典當中 提到了非常多 三摩地的名詞 然而總色而言 都可以含色在 止觀二者當中 那 既然說到止觀 這麼的重要 那 何為止 何為觀 所以提到了 止觀的自信 那所謂的止 並不是 而剛才我們說 含色在止觀 這止觀是指 隨順的一個止觀 也就是止住修跟觀察修 那真正講到止觀的時候呢 這個所謂的止 他必須是 專注在一個 所原進 修行的一個 狀態下 隱身清安 的這種三摩地 稱之為 己止 而所謂的觀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 己止的基礎之上 透過觀察的力量呢 隱身清安的這種智慧 我們稱為聖觀 所以這就是所謂 為止觀的自信 那 止觀這二者呢 是否 要獨立而修呢 還是要 雙修呢 那 後面就告訴我們說 理須雙修 為什麼要雙修 就好比說 我們要看清楚暗示的 一幅畫 假如說沒有燈 我們是看不到畫的 假如說有了燈 但是風一直吹 這個 這個蠟燭一直晃動的話呢 我們依然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光明 有智慧的光明 所以要有觀 在這個觀 要有能夠清楚的觀 就必須要有極止的 這種 布幕能夠擋住 煽動的風 我們才能夠有專注 能夠清除照明的 觀產生 所以這二者 必須要雙修的 而這二者 要能夠雙修 他的次第為何呢 是先修止 還是先修觀呢 那 要升起聖觀之前 必須要 及止 所以 他的次第為何 就是必須要先升起 及止以後 進一步才能夠修習聖觀 所以這二者的次第 止觀 二者的次第 在顯教來講 就是先修止 才修觀 雖然說 在無上密 的講法來講 止觀二者 是可以同時升起的 但是在此處 顯教來講 那止觀二者的修行次第 是先升起止 才會升起觀 那再來 我們就提到了 個別學法的部分 就是要仔細來探討 如何去修習 奢摩他的部分 那如何去修習 聖觀的部分 那聖觀的部分呢 我們也在 匹婆 聖娜的時候會講 那再來就是說到了 修習止的部分 那修習 舍摩他 他可以 總的來講 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 要想要修習 升起 巨量的這個 極致 必須要有 修止的資料 提到的就是 必須要有 一個 修止的 很好的環境 還有修止的條件 外在的 外在的條件 以及內在的條件 那說到外在的條件 為何呢 他必須要住在 隨順處 那必須具備 五德之處 那這五德為何呢 第一個 他必須 要能夠 易於獲得 飲食 醫藥 等等 就是我們 這些資據 他能夠 獲得 所以我們要修止的時候 我們要先找到一個 好的住處 這個住處呢 不是非常的偏僻 不會說讓你 找不到飲食 找不到水 然後 為了尋找這些水 疲於 尋找這些資據 沒辦法安心的修訂 所以首先這個地方 要能夠 易於獲得 飲食 醫藥 資據等等 再來這個地方 沒有猛獸 沒有怨敵 沒有惡人 你不會受到這些 驚嚇 不會受到危害 第三呢 他必須 是一個 能夠水土相符 就不會有水土不符 這種問題 不容易生病的一個地方 如果太過潮濕 太過乾燥 太過炎熱 太過寒冷 都可能會造成疾病 所以要找到一個 這個溫度適中的一個地方 再來呢 在修行的時候呢 能夠有一個借鑑相同的 助辦 在一開始初修的時候 最好有一個助辦 是比較好的 至少有一個助辦 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 這個助辦呢 必須要和我們的 借鑑相同 他是一個良善的 一個助辦 不會影響 我們修行的助辦 再來第五個 就是這個地方呢 他必須要非常的 寂靜 白天沒什麼人 那夜晚的時候呢 甚至蟲鳴鳥叫 都聽不到 是非常安靜 寂靜的地方 那這是指到 修行的處所 我們首先 真正想要生起 生魔祂的話 要找到一個 能夠具備 這樣條件的一個場所 那 這是指外在的條件 那內在的條件 要具備什麼呢 第一個 我們要少育 知足 能夠斷誅雜物 要能夠戒律清淨 然後斷誅 坦等分別 所以說到了少育 我們 對於 飲食 醫藥 或是說我們的 臥具 能夠過得去就好了 少育 知足 能夠安樂 然後 戒律要能夠清淨 然後斷誅雜物 這時候手機啊 然後這些 外在的一些 雜物 我們就必須要放下了 就不能再 去接觸它了 那再來就是 要斷誅 貪等分別 那如果說我們 很容易 隨著外在的境界 起貪嗔 煩惱的話呢 那我們要休息定 也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 這時候呢 要盡量去 斷除這些 首先可能要先 離境 離境以後 如果心還會攀遠 那我們就要對峙 我們的心 要透過一些 修法的方式 那比如說 如果說貪心重的人 他必須要對峙 要升起 這種不靜觀 等等 的方式 那去對峙 我們內在這種 粗重的煩惱 那以上 這個就是指 具備內在的條件 那有了這樣一個條件 外在以及內在的條件 說到外在條件呢 在掌中解脫裡面 也有提到 如果說要修止的話 可以找到 過去傳承祖師 避過關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是具備 加持力的 那在這種 閉關也是 這種地方閉關也是很能夠 很容易升起 呃 這種正量的 所以 如果能夠找到這樣一個 地方閉關 是最好的 那具備這樣內外 的條件以後呢 那 只要 依循的正確的方式 去修止 最快最快 在 六個月當中 就能夠升起 極止 這是在經典當中 所提到的 好那 再來 第二個 提到了 依止 資量 修什麼他 具備了這樣的 內外的條件以後呢 我們要如何 依著這樣的一個條件 去正修 什麼他 那首先 講到了 加行以及正行的部分 那所謂的加行 也就是指前行 前行 前行就是指 我們的 動機上的調整 那動機應該要以 怎麼樣一個動機 來修行呢 因為修止 它本身是與外道相共的 所以要如何 而別於外道 最下最下必須有 皈依的 色執 進而能夠有 出力性的色執 再 最好是能夠有 菩提性的色執 那 說到了 皈依 那這個皈依為何呢 并不是說 我相信三保 僅僅如此 就是有皈依了 我們這邊所謂的皈依 他必須要是 知以皈依 并不是不知的情況 而去皈依 所謂的知以皈依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 知功德 知差別 自是受 不言有餘 而正皈依 要必須具備 皈依二因 在此之上 了知三保的功德 了知三保不供於外道的 差別 然後能夠 發自內心的去皈依 並不皈依 皈依其餘的外道 具備這樣的一個條件下 來做皈依 而並不是一種迷信的方式 來做皈依 所以這邊的皈依 他必須是一種 智慧 所涉持的 信心 那 說到了 粗離心的涉持 這個粗離心 又何謂粗離心呢 那 如同在三主要道當中 所提到的 修以輪迴 修以 修以故於輪迴 諸盛世 雖僅刹那 悉願意不生 昼夜恒長 稀求解脫心 此生起時 極為粗離心 所以這邊提到的 能夠對於輪迴的 種種的盛世呢 雖僅刹那 我們都不會生起 這種 稀求之心 並且能夠在 昼夜恒長 稀求解脫 當這種心 能夠任遇 無礙的 現前時 不照做的 現前時 就是 初離心生起的 一個徵兆 或者說 初離心生起的 一個量 這是 大師在 三主要道當中 所提到的 所以 這樣的一個心 就是對於 輪迴的 盛世 我們要產生 厭禮 並且在這之上 昼夜恒長的 需求解脫 這樣的一個心 我們先從 造作生起 進而 慢慢 不斷的 熏修 讓他 變成 無造作的 情況時 就是 初離心生起的 一個量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 初離心 涉持的話 這樣的一個 修止 他就能夠 成為 解脫之音 在 在此之上 如果說能夠 懷著 大慈 大悲 然後 增上意樂 以及說 希求 一切自至的 菩提之心 來修此 奢摩他的話 那 這樣的一個 修止行為 他就能夠成為 成佛之音 所以 這是屬於 加行 動機 的調整 所以一開始 我們 如果說 要使這個 修止的行為 能夠成為 入道 成為一個 所謂的修行的話 前面的動機 就非常的重要 否則 就會 流於 與外道相共之處 甚至成為 輪迴生死的 系符 就如同剛才 大師所提到的 所以前行的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那有了這樣的一個 前行動機 調整以後 進一步 要開始 正行 正修 奢摩他 正修奢摩他的時候呢 分兩個部分 生和 威夷而修 第二個正式 修洗之次第 那開始修行時 我們的威夷 為何 我們應該要以 怎麼樣的一個威夷 來修行 舍摩他呢 那就如同 在之前我們提到的 要 居足 威夷 來做修行 來做修行 那何謂 威夷 八支呢 那他的一個祭 可以這樣講 足 手 腰為三 唇齒 舌合四 頭眼 兼洗四 此 威夷八法 那這裏面講到的八法 八法第一個講到的足 就是我們的雙腳 雙腳 最好能夠雙盤 如果不能雙盤 散盤也是可以的 蓮花坐姿也是可以的 然後我們的坐墊 後面應該要墊高 這樣子我們才做的 才能夠坐得久 那這是屬於足的部分 主手 腰為三 再來手 手應該要如何放呢 手應該要放長 至於 旗下 四指的部分 那大拇指 相對 放在肚臍上 這是手的部分 腰應該要挺直 那因為 我們的氣 應該怎麼講 我們的身正 氣就能夠正 氣跟心 心是 統一體性的緣故 氣正 心就能夠正 心正 就不容易 散亂昏塵 所以說 腰應該要挺直 足手 腰為三 再來就是講到 唇齒舌合四 唇齒應該要自然的 閉閉 舌頭應該要頂著上顎 那這加起來有四法了 唇齒舌合四 再來頭 眼尖其事 頭 頭要怎麼擺放呢 我們下顎應該要稍微向內縮 百會應該要領起 眼睛 觀視 眼觀鼻 鼻觀心 也就是說 眼睛 他直接看到的就是 我們的肚臍的位置 肩膀應該如何放置呢 肩膀應該如何放置呢 肩膀就自然平放即可 那再來說到的習 那再來說到的習 第八法習 這個習呢 如果說 習不一定要 如果說我們觀察我們內心 那是非常的散亂 那有諸多的妄想 妄念 這種情況下 就必須透過 鼻息的方式 去做調整 那這種 屬息方式呢 就是 教我們的心 專注在呼吸之上 一呼一息 一呼一息 唯一 那如是 屬息 或五或七 乃至二十一 這種方式 透過屬息的方式 將我們心 達到平靜 然後 斷珠 妄想分別 那這屬於 深微一 深合微一而修的部分 以毗如八之來做修行 再來 進入正式休息的部分 正式休息之次第 那這個這個部分呢 簡單來講 呃 分兩個部分 隱身無過三摩地法 第二個 依比隱身 住進次第 那隱身無過三摩地法 提到的就是 應該要斷除五種過失 應該說以八段行 斷除五過失 那這可以 八段行斷除五過失 就涵涉在 升起無過三摩地法當中 那首先提到的 細心所緣 先如何修呢 這邊提到的第一個過失 第一個過失 就是指 懈怠 這個懈怠呢 就是我們 不好要修行 三摩地 所謂的懈怠 就是於善法不好要 那在此處 的懈怠就是 對於修行三摩地 不好要 那要修 對於這樣的一個 懈怠要如何對峙呢 透過 八段行當中的四種段行 也就是 性 欲 情 安 四種方式 所謂的信 所謂的信 這邊的信指的是說對於 升起三摩地 有怎麼樣的諸多功德 升起信心 有了信心 他就會耗耀 所以就會有欲 欲求三摩地 想要得到這樣的一個殊勝三摩地 然後有了這樣的欲求心 在修行 在修行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具備精進 精進就是於善法好要 還有精進力 透過精進力 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 勤安 那有這個勤安 這個三摩地 就能夠讓他相續 不斷 所以要對置懈怠 就以四八段行當中的前四種段行 信心 欲樂 精進 以及 勤安 這四種方式 所以信心所緣 先如何修 在還沒有開始緣所緣之前 我們應該要去思維 三摩地 獲得的 獲得極止 到底有怎麼樣的一個殊勝功德 對於這樣的功德 我們內心產生信解 產生好要 才會產生精進 接著 才會認真地去修行 所以這在 還沒安住所緣之前 應該要修行的部分 就去思維 這個 修行 三摩地的 功德 讓我們內心產生好要 再來 住所緣時 應如何修 進一步 那我們 既然有這種好要 已經想要精勤的修行時 就要開始 安住 所緣了 所以住所緣時 應如何修呢 明心住之所緣 以及心於所緣如何安住 要注意所緣當中 我們要先知道說 所緣為何 才能夠去安住 所以所緣為何呢 從兩個部分來講 總建立所緣 跟此處所緣 總的來講所緣 總的來講所緣 在廣論當中提到的就是 四種中的所緣 也就是 周片所緣 進行所緣 山橋所緣 進貨所緣 那 周片所緣是指 含色在所有 子官當中的所緣 不管是 有分別影像也好 無分別影像 無分別影像 只是極子的所緣 有分別影像指的是 聖官的一個所緣 然後 世邊即興 跟所作成辦 也就是說 對於任何一法 譬如說 武運能夠含色 一切有為 然後 十一處 十八戒 等等能夠含色 四地 諸多的內涵 最後有一個結論 總而言之 就對於諸法 去思維以後 產生的 最終的結論 叫做所作成辦 是編輯性 對於這樣的一個 結論呢 我們產生定解 產生定解以後 讓內心 能夠圓在這個 所緣境上 這個都可以 稱之為 周片所緣 那再來 第二個提到的 就是進行所緣 進行所緣 就是對於 不同的煩惱 我們要先起 不同的對峙 做不同的所緣 譬如說 貪心出眾的人 我們應該要先 去修行 不敬觀 稱心出眾的人 應該要先修行 這個 慈悲觀 愚痴重的人 要修行 緣起觀 那 慢心重的人 要去修行 借運的差別 那妄想 分別重的人 要去修習 屬習觀 等等 那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先將這種 比較粗重的煩惱 對峙以後 那進一步 新產能夠安住在 我們應該要圓的 所圓境上 所以 這也包含了 顯示何等 普特切羅 因緣合境 對於不同友情 不同的一個 心境 我們要 應該要起 不同的 對峙來做修行 這屬於進行 所圓 那 善巧所圓 那他也可以含色在 對峙 緣起觀的 就是對峙於是 緣起觀的部分 對於運 觸界 還有 觸以及非觸 他的取捨 一種了知 對於無我內涵的了知 所以這個都可以含色在 緣起觀的部分 那 近後所圓所提到的就是 在獲得 疾止以後 應該要去 對峙 欲界 的煩惱 然後 去需求 上界的 功德 所以 提到了 出眾形象 以及說 這個 地實形象的 修法 屬於 近後所圓的部分 那這是 總的所圓建立 再來提到的是 此處所圓 在此處 我們 特別提到的 所圓為何呢 應該要觀修 佛像 那這個佛像呢 在掌中解脫的講法 就是一開始修行的時候 我們觀想 假如說我們 平時觀想 我們自己的頂門 有上師的話 我們觀想上師的 心肩 心肩 放現 放射出 一尊 導師 釋迦摩尼佛的形象 那如果上師在心肩 一樣從我們的 上師心肩 放射 變現出 導師釋迦摩尼佛的形象 那大概大小就是 拇指般的大小 觀想在我們的 眉心或者說 這個脊肩 面前 那 這個看個人的一個 狀況 如果說 覺得說 觀想在眉心前 比較容易散亂的話 那我們可以試著 把它 放到這個 我們的脊肩 肚臍面前 來做觀想 那這個就是看 個人的情況來做修持 像我有一個經驗 我會覺得說 觀想在 眉心前的時候 確實比較容易散亂 我個人 所以我有時候會把它 放低一點 大概在肚臍面前 這個在掌中解脫當中 也是有提到的 那一開始在觀想的時候 也不用 馬上要把 佛像 觀得很清楚 如果說 佛像完全 陷不起來的時候 我們先找一尊 我們覺得 看起來非常悅意 非常莊嚴 非常喜歡的佛像 然後我們把它牢記在 我們內心當中 那正是在觀想的時候呢 並不是說 眼睛看著佛像 來做觀想 而是 將這個影像呢 陷起在我們心裡面 那我們在觀想的時候 是觀想 內心 所陷起的影像 所以在修持的時候 這個所遠鏡 也是 內在的一個影像 並不是外在的影像 所以眼睛 是否 睜開 闭上 或是說是否看佛像 已經沒有直接關係的 因為他的所遠鏡 是內心的一個所遠 所以一開始這個佛像 在我們心裡 陷起來的時候 可能 他病 他是 殘缺不全的 他沒辦法很清楚的明顯 但是沒有關係 一開始有一個 粗粗的輪廓 然後 能夠有一個粗輪廓以後 就將心安住在其上 然後等到 心慢慢能夠定住以後 在這之上 我們再慢慢的補上 補腔 讓他變成一個完整的佛像 這樣子來修 就是可以了 那這是 直到 此處所緣的部分 再來 心與所緣 如何安住 那這邊提到的 主要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 能夠對峙 五種過世的 第二種過世 就是妄念的過世 那所謂的妄念 譬如說我們現在要觀佛像的話 如果說我們妄念 我們就始終沒辦法牢記這個佛像 所以這時候要怎麼辦 必須要以正念的力量 讓這個佛像能夠現前 所以說到了這個念 這個念就是 所謂的念 它就是 於 心不妄為相 不善為業 所以 他是對於一個 他具備三法 三種特色 第一個對於 如果說這個佛像 我們都沒有去 串息他 也就是說 我們沒有去熟悉他 沒有讓他牢記在我們內心的話 我們想要觀修他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 必須要對於一個 串息是 這個串息是 就是我們 想要觀修 佛像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把佛像 不斷的去 牢記他 把他 烙印在我們內心當中 所以要不斷的去串息佛像的一個形象 那 剛才漏講的就是 為什麼要觀修佛像 他本身是一個 近藏集資的 最好福田 然後我們這樣 邊修的過程 能夠累積 廣大的福德 並且有隨念佛的功德 然後在 臨終的時候 就 能夠苦受莫能躲 因為 我們時常意念佛像的緣故 對於 這個佛是非常有感覺的 在臨終的時候 佛陀他就能夠救保我們 因為我們的信心的緣故 順帶一提 所以 總而言之一開始我們必須要熟記佛像 所以是 与串息時 我們必須在在的串息佛像的一個形象 再來 就是 用靠我們的念力 不忘為相 他是能夠 盡量的 讓這個佛像牢記在我們內心 不會忘記 不善 不善為業 他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 產生的一個作用就是能夠使用我們的心不散亂 所以 在心於所緣如何安住的時候 他要對峙的是妄念 我們必須要把佛像牢記 然後 在休息三摩地 的時候呢 三摩地的一個特色 他必須是 有助分的 接著有明顯利分 有明分 還有利分 那在此之上 有人可能會認為說 有一個沉浸分 有所謂的勒 勒受 那這個其實 在在利無過歸 以及破有過歸 有過歸的時候 就有提到了 沉浸分 他是屬於明顯分當中 明顯利分當中 所以他不需要另外 別開出來講 那 這個勒分呢 勒他其實是屬於 透過助分明分 之後產生的結果 所以他也不需要 涵涉在三摩地 當中來講 所以 主要在講到 三摩地的時候 他是要有助分 跟明顯利分 這兩種的 然後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 將我們的心 我們心如狂向 將我們的心 透過 正念的神索 將這支狂向呢 系在於 堅固的所緣柱上 那堅固的所緣 就是我們所謂的佛像 在此處 所緣就是佛像 將我們的心 系於 這個 佛像之上 然後透過 正知的 勾索呢 再再地去挑撫他 所以以正知的力量去覺察 我們內心的一個狀態 如果說 有 昏塵狀況 產生 我們應該要 起怎麼樣一個對峙 有調舉的狀況產生 應該要起怎麼樣一個對峙 透過正知的力量去做抉擇 將我們心恒長 係於 所緣盡上 這是屬於力無過歸的部分 那破有過歸所提到的 就是 過去有人認為說 我們心如果持得太緊 容易產生散亂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他就提到 盡量 放緩 所以他說 放緩即是 善修 那其實這樣的 這樣的一種講法 是一個錯誤的講法 因為我們一旦 讓我們的心放緩 心 太過於緩慢 緩散 太過緩慢的一個狀態呢 他就會進入沉默 就進入 這種細分的沉默 那常識安住在這種 細分的沉默狀態呢 就會 不斷生不起極止 常識休息 還可能種下 愚痴之音 越變越愚痴 所以 善緩即是善修 他並不是在 一開始修訂的時候 就用這種方式 他確實 在後面 當我們已經完全對峙完 極止 極止不會現行時 這時候善緩 就是不做行 第八 斷行 不做行來 而不做行的時候 善緩善修是可以的 在此之前 因為還會有 諸多的沉默狀態產生 所以這時候一定必須要 以政治力量 再再去覺察 再再的去對峙 所以這時候 千萬不能放緩 所以這是屬於 破有過規的部分 再來提到的 試修時量 試修時量 所講到的就是 我們在修訂的時候 他的時間 他的時間應該為何呢 時間要多長就如同在 呃 前面修習規里提到的 有欲修心 即便截止 至於後時 呃 就是 方才願意去修行 若不合者呢 就是見到座位時 即決法 所以為了避免說 我們 之後 在休息時 會產生厭惡感 所以在一開始 修的時候 如果說覺得 修行狀態還不錯 雖然說時間不長 可能 短短的三分鐘 五分鐘 乃至十分鐘 覺得修行狀態不錯 這時候 即止的狀態 都 沒有強烈現前 或者說即將現前時 那我們就可以下座了 所以 在一開始修的時候 在掌中解脫的講法就是 一天可以分為十八座 來做修持 也就是說 時間不用很長 但是 他 次數可以很多 所以 這就是指 修時的 時量 再來 住所元後 應該要如何修呢 提到的 有成調時 應該如何修 離成調時 應該如何修 那在有成調時 應該如何修的時候 講到了 休息對峙不知成調 休息之矣 未斷筆固 對峙不請公用 那這邊提到的 就是 在五種過失當中的 第三種過失 也就是成調 成調合為一種 那如果分開來算就是 第三第四 那 首先 對峙成調 首先要知道 我們所對峙的 東西為何 所以要知道 成相為何 調相為何 成 這邊的成並不是指說 睡著的那種成 這邊睡著的成是指 昏昏昧 那我們這邊 成是指沉默 那沉默他可以分為 粗跟細 粗的形象為何呢 雖然說 有注分 我們內心能夠安住在 屬遠鏡上 但是沒有明顯 沒有明分的 那時候就是 所謂的 粗分的成 那雖然有注分 也有明分 但是 那種 力度不合 力度不足 內心 支持力不足 這時候就是 細分的成像 所以這樣的一個 成像他是 比較難以去 覺察 因為我們 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圓著佛像的時候 我們心能夠安住在其上 然後 佛像也很清晰 但是沒有 覺察到說 我們心的 支持力道 是否足夠 那這時候很容易 墮入成像 所以 要了知 成像為何 這種細分的成像 為何 知道以後呢 那我們應該要起 對峙 那對峙 成的方法 譬如說 透過思維光明想 思維三寶功德 思維俠滿 思維菩提心 種種的勝利 那讓心 撤舉 這就是 對峙 成像的一個思維方式 那如果說思維以後 發現成像 沒辦法滅除 那我們可以透過一些 氣的修持 那譬如 之前講到的 在 我們的 肚臍 觀想有一個 明點 也就是一個 光點 然後將這個光點 再唸 唸配置的時候 這個光點向上提 提到我們的心間 在唸一個配置的時候 這個 這個光點提到我們的 頂門 在唸一個光點的時候 這個光點呢 就從我們底門 射出 射到這個虛空 與虛空 融為 無二 然後這樣子 反覆的去修持 那這是屬於 對峙 沉默的一種方式 那如果說 成像實在太重 那甚至已經進入 昏昏昏昧的一個情況的話呢 去行走 來就累積了很多 疲勞 那這時候土蘭要坐下來 開始 做修行時 打坐 禪修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進入 昏沉的狀態 這種狀態呢 因為 長期 疲勞的積累 一時要去除沉默 成像呢 是非常困難的 要用這種 種種的思維 觀想的方式 要能夠完全 斷除這種 疲勞是很困難 這時候乾脆就去 先睡 睡飽 睡飽叫 可能睡個幾天 終於 這種 精神來了 感覺比較振奮了 再來做修行 會 狀態會比較好 那 我自己的一個經驗是 確實在 一開始上住的時候 前幾天 會有這種疲勞感 很容易進入 昏沉狀況 那但是 之後作息 調整了一下 睡眠時間 比較夠了以後 再上座 慢慢這種 昏沉的狀況 就會減少了 他就會慢慢 上軌 然後這種 疲憊感 就會消失了 所以這也是 一個方法 好 再來 說到了吊像 那所謂的吊呢 它是 鏡像水轉 攤氛鎖 所設 不靜為相 然後藏指為業 這是一個 它的定義 所以它是 隨著鏡像 隨著鏡像 所謂的鏡像 所謂的鏡像 就是月翼像 我們覺得很月翼的 這些境界 我們心會隨它而轉 那它是屬於貪心 所設的 然後它產生的一個形象 就是內心會不及靜 然後 它的作用就是障礙 升起機制 所以是藏指為業 所以 不管是 吊像也好 或者說我們所謂的 躲或者流散 這個都是 影響我們沒辦法 專注在所遠鏡上 的一個障礙 所以要去對峙它 那對峙 吊的方法 我們知道了吊像以後 就是 我們心 會榮譽攀圓 這些我們所喜愛的事物 那這時候就是 吊像產生了 吊像產生的時候 應該要起的對峙 是為何呢 就是 應該要去思維 無常啊 思維輪迴苦啊 思維惡趣苦等等 讓心能夠稍微平靜的 這些法類 那如果 再不行 可以透過氣的修持 那怎麼修呢 就如同我們之前講到的 將上下二氣 上面的氣吸進來 下面的氣向上提 然後 將這個上下二氣集中在 我們的 丹田 然後持氣 盡量持氣 那不行就吐出 那這樣算一 那再依序這樣子 一吸一吐 然後持氣 算二 然後再這樣反覆做 那直到我們的心 已經 能夠專注在這個 氣之上 不會再隨 隨著外境這些去 我們所喜愛的事物去攀緣時 那這也是一種 對峙掉的方式 那如果說 這樣還沒辦法對峙掉的話 這種情況下可能就要起座了 就是 不要再繼續在座上 就要起來 然後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然後轉移所緣 讓這種 掉的情況 不要 繼續發生 好那 這邊就是 抉擇完 成調之項 也說完 對峙掉的方法 那 余政修時 深 覺成調政治方便 那這個 成調向的產生 我們要如何去 覺察呢 它並不是說 它升起時 我們 升起的當下 我們能夠 馬上 覺察 如果說我們對於 成調的形象不了解 當它 出現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發現 所以我們首先要能夠 覺覺察成調 要必須熟悉 成調的形象 在我們內心產生的形象 然後 如何去觀察呢 我們必須要以 正知的力量去做觀察 那說到了正知 什麼叫做正知呢 這個正知 它是必須依著正念而起的 而這個正知 它就是觀察 我們的三頁 的一種 一種 覺造力 也就是 覺察我們的三頁 那這個覺察三頁呢 並不是說 我們在修止的時候 我們才要覺察 如果說我們平常都沒有一種 覺造我們三頁的習慣 我們的身 我們的 我們的身在做什麼 我們在 語在講什麼 我們的意義在思維什麼 我沒有這種觀察的習慣 沒有這種覺造的習慣的話 等到你上座 禪修 你要說你能夠覺察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這種正知正念 它是在我們平常 任何時候 都應該去訓練 而且這個就是修行的本身 因為如果 我們想要修行 如果沒有透過正知正念的力量的話 我們 無法以法計來製造 我們就不知道說我們現在到底處於 怎麼樣的情況 我們想要 來生得到 善趣之身 想要獲得 這個 增上身 我們這身必須要努力的造善業 要 持守境界 那 這個持守境界 他必須 透過正知正念的力量 去 絕照 所以 如何 如何覺察我們現在是否在造善業呢 造善業 造善業並不是指一個外在的行為 他必須要 是否 是否 隨順於正法 隨順於善念 所以 這個正知如果平時我們就能夠訓練的話 在禪修的時候 這個正知就能夠容易的覺察 成調之下 所以這是平常必須要時常去鍛鍊的 再來 提到了 休息之以 未斷比顧 對峙 對峙不請功用 這邊說到了就是 我們既然知道 成調向產生以後呢 並不是說知道 就放著而已 知道以後應該要起對峙 所以這邊提到了 第第四種過失 也就是不作行 那 說到了不作行 他的對峙法什麼呢 就是 作行 不作行就是說我們不起對峙 那他的對峙方法就是 應該要起對峙 所以我們知道了 成調以後 我們應該要起對峙 所以講到了 正名其 撕滅成調法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對峙成調的方式 然後再來說到了 名能生成調之因 之所會產生成調 他一定有他的 原因 他原因在廣論裡面提到的 就是 譬如說 飲食不知量 然後 不勤修好無於切 不具正知 等等 那這些都是 會產 還有一個 沒有密護根門 那這些都會產生 成調的 都是會容易產生 成調的原因 所以如果說真正想要升起 極指 那當然要密護根門 然後 飲食 質量 行修好無於切 然後要具備正知 正念 這種情況 就比較不容易產生 成調 然後最後提到的 離成調時 已經如何修 就是當我們 透過這樣的對峙以後 漸漸的成調 慢慢的遠離了 那已經 幾乎 成調不會現行的時候呢 這時候如果說 在意 強烈的方式 就是用政治 在在的觀察的話 這樣也會 影響到 我們的 住分 所以 這時候呢 就應該要起個對峙 這時候的過失就是 做行 為過失了嘛 所以 他的對峙就是 要不作行 要修行舍 就是 不要再 以正知 在在的觀察 那這就是 屬於 離成調時 因爐而修 講到的 第八種斷行 不作行 不作行的方式 來對峙 作行 好 那這邊就 說完了 以八斷行 來斷除 五種過失 所以整個在修行 極指的過程 無非就是斷除五種過失 然後以八斷行的方式 去斷除 那他的過程 接著後面講到的 一筆隱身 柱心次第 他可以含射在 九種柱心當中 所以提到了 正名隱身 柱心次第 就是九種柱心 那這九種柱心 是透過六粒 還有四種作意 來承辦的 前面 第一柱心 內柱他是透過聽聞的力量 然後能夠讓心稍微 注意所緣 是內柱 然後第二個 續柱是 講到了 透過 思維的力量 讓我們心 能夠稍加恒長的 安柱在所緣境上 那後面提到的 安柱 靜柱等等 他是透過 應該說這兩粒 是透過 正念的力量 然後後面 後面兩粒 調伏激進 是透過政治的力量 那再來講到的 最極 最極 最極調伏 心一進 心一進性 這些 是屬於精進的力量 最後 等詞是 透過 串洗的力量 所以這是講六粒 承辦 救助心 那 前面 兩粒呢 是 粒粒運轉作業 中間五粒呢 是 這個 有間缺運轉 第八粒是 無間缺運轉 第九粒是 任運 任運而轉 那這個透過 六粒 四種作業 承辦 九種助心 那這個都是在 修行 以八段行 斷五過失的過程 會產生的一個階段 那是從 第一粒 依序產生到第九粒 的一個過程 好那這邊就說完了 在正修 舍摩塔的一個次第 那修到後來呢 怎麼樣才表示說我們升起極質呢 所以說到了 這個卯三 修以成就 聖摩塔的量 他的量為何 所以 要了知他的量 就說到了 顯示聖摩塔 成與未成的界限 這個升起聖摩塔的界限為何呢 那這個界限 就是說 你是否升起了清安 但是否升起清安 就升起了極質呢 也不是的 這邊是有細分的 首先 要了知什麼叫做清安 那在清安 在極論 就講到了 止息身心的出眾 身心的堪能性 能夠除淺一切障礙 唯業的就是 清安 就是能夠遠離 身心 身心的出眾 深的不堪能性 心的不堪能性 然後身心變得相當的堪能 我們能夠隨心所欲 想要做什麼 就能夠 想要圓得善所圓 就能夠圓得善所圓 這樣一種堪能狀態 就是 所謂的清安 那在一開始 升起清安的時候 他是先升起 新的清安 那在升起新清安之前 有一個征兆 就是會感覺 頭重重的 我們的頭頂會感覺 有一點沉重感 那這個沉重感 升起時 並不是一種苦受 他是一種要升起清安的一個前兆 那有了這個前兆以後 接下來就會升起新的清安 那透過新的清安 接著 因為這個 新的清安產生以後 身上會產生一種 堪能的風 就是會讓身心變得 我們的身體會變得非常的 适悅 非常的愉悅 那這個當這個堪能風遍佈全身的時候 就會產生 深的清安 那這個深的清安產生以後 接著會產生 深的勒受 接著才會產生 新的勒受 所以 在升起清安的一個次第的時候 是先產生新的清安 接著產生生的清安 接著產生生清安的勒受 接著產生新清安的勒受 是這樣的一個次第 當新清安的勒受 產生時 內心會變得非常的 勇勇 歡喜勇勇 那這種 當這個狀態產生的時候 並不是代表說 就得到了極止 還必須要在 當他 讓他 冷卻一段時間 那當這種 狀態慢慢的止息 平靜下來時 那心能夠還複於原本的 所緣 鏡像 這樣的一個狀態 產生的時候 才是真正的生起極止 所以 生起 生起 極止的界限 不單純只是 產生清安就是了 這個清安 他必須有經過這樣的一個階段 最最終 當這種歡樂感 這種愉悅感 慢慢的平靜下來時 才是真正的極致 所以這就是 生起 極止的一個界限 那生起極止以後 並不是得到極致 我們就沒事幹了 真的生起極止 才要開始對峙煩惱 才要真正的 去禮遇 或者說透過 這種地史形象的方式 去斷除煩惱 所以就要依著 生魔他 去種盜鬼 那去種盜鬼總的來講就是 有出境形象之道 以及地史形象之道 也就是我們所謂前面講到的 進貨所源 後面提到的 顯示別去 世間盜鬼 就是在 如何透過 出境形象的方式 然後依著 七種作意 依著八種作意 然後來 徹底對於 欲界 出分的 出分的煩惱 禮遇 所以提到的 出境形象道 出境向道 需獲得正生魔他 以及依生魔他禮遇之力 這邊講到的就是 在獲得 七 七種作意之前 一定要獲得 生魔他 那獲得生魔他以後 接著如何 透過七種作意的方式 依序的對於 欲界出分的煩惱 禮遇 最後獲得 出殘的禁慮 那這個就是 在後面這個科班 我們上 上個禮拜 都有提到 這相關的內容 以上就是 整個 休息生魔他的一個 總綱 所以 呃 大家可能 呃 我們這個 色魔他總共上了20堂課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複雜 很龐雜 然後 沒辦法收射 那我們今天就簡單做一個 收射把它含色在整個科班當中 簡單來講 首先要找到一個很好的環境 接下來我們要 調整動機 然後調整我們的身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 調整我們的心 如何透過 八種斷型 來斷除五種過失 然後 我們對於每一個階段 應該要升起怎麼樣的一個狀態 在廣論當中都有依序的講到 所以有 九柱星整個階段 然後 然後 升起了極致以後呢 要如何去透過 出鏡形象的方式 去禮遇 那這個在 這邊都有清楚講到 那 那 至於第十形象的方式 去斷除煩惱的根本 斷除我之 就在後面 匹婆舍納的時候 會講到 所以這個 之後 學習 匹婆舍納 我們了解 真正空性的內涵 我們才能夠 去修習 第十形象 那這個在之後的 課堂 會講到 好 那 大概就是 這樣的一個內容 所以 希望說對於大家 學習有幫助 好 今天的時間 因為 差不多了 那剩下一點時間 就給大家提問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打開麥克風 法師 請教法師 這個396頁這邊 這個地方 其實是在解釋 七種座義 那地址比較不了解 就是說 在第一行這邊 有提到第六座義時 然後 第二行又講到 初座義時 那前面應該講到 聖解座義 不曉得為什麼 這邊又變成第六座義 跟初座義 請法師稍微解釋一下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初座義時說 原意等六式 那法師這邊有解釋到 那個六式 那六式裡面有一個是 講到性向的部分 那性向裡面有分 志向跟共向 那請問法師就是說 這個志向跟共向 跟我們社類學裡面 講的志向跟共向 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 這邊講到的 第一個問題說到 初座義 這個初座義其實是延續著 上面 升文帝 所提到的 七種座義 這邊 我們看到395頁 倒數第四行這邊 未離 欲戒 欲勤 修觀行 主座義時由七座義方能獲得禮遇 戒遇 何等為期 未聊相 這邊在聖文帝當中 講到的七種座義 他第一個放的不是僅 出業者座義 他不是放出業者座義 他放的是 了相座義 那為什麼第一個放了相座義 在廣論 在廣論後面有講到說 因為這是指修官的第一個 開始進行修聖官的 第一個座義是從 了相座義開始 所以在升文帝講到的七種座義時 他是 主要以修官的座義來講 所以他沒有把 這個出修業者座義放進來講 那如果把出修業者放 放進來講 就會有八種座義了 好那 這邊的第一個座義是 了相座義 所以我們看到 396頁這個地方 第二行這邊講到說 出座義時說 原意等六四 這個出座義就是延續著 升文帝說到的第一個座義 就是了相座義 所以這邊了相座義呢 說到了 嗯 剛才說到396頁第一行這邊講到 第六座義時 一雲修 摄摩他 彼伯摄那 那 這句話 他其實要表達意涵是說 在 前面講到這麼多座義 講到說聖節座義嘛 他這個都是要修行 直觀的 那包含在第六座義 在在第六座義也就是 講到了觀察座義 或者說 加行修金座義 都是要修行直觀的 所以這邊只是強調說 在這邊講到說第六座義時 一雲修直觀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些座義都是直觀雙運的 都是要雙修的意思 那接著了 接著提到出座義時 原異等六 這個出座義是 了項座義 從了項座義開始 就要透過六式 來去觀察 下界的過失 以及上界的功德 那這個六式當中 提到的 性向 也就是 字向跟共向呢 你說是不是跟 色列學當中 所提到的 字向共向 是一樣的呢 其實不完全一樣的 因為在色列學 所提到的字向共向呢 他是 依著 經部中的一個角度 來安利字向共向 那經部中的 字向跟共向的角度就是 只要是時事的 只要是無常的 都是字向 只要是常法的 都是共向 所以說 這邊並不是指 這種所謂 觀察字向共向 是從無常跟無常 跟常法的角度來做觀察 並不是這樣的 這邊講的字向共向 所指的是說 諸法 不共的一個 性向 叫做字向 就是能夠表徵每一法 不共的一個形向 能夠能夠表徵諸法 不共的一個 性向 称為字向 譬如說 以瓶子來講 他的性向是 大腹扁足 能裝水 這是一個瓶子的 字向 就是他 這個這個一個 性向能夠 特別不共來 表徵瓶子 透過這樣的一個 形象呢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是瓶子 他不會是 其他 其他法的一個 性向 他只能是瓶子的一個 性向的緣故 所以我們稱之為字向 那所謂的共向他是 共通於其他法的一個 一個性向 譬如說 無常 不是 不是無常 譬如說 空 以及無我 空及無我呢 他可以 在每一法 能夠表徵每一法 呃 四地 四地形象當中 講到 苦地的形象 說到 說到 無常 苦 空 無我 那 無常 苦 這兩者 他是 苦地的一個 字向 而空跟無我 他 不僅是 無常的一個 能夠表徵 表徵 苦地的一個 像 也是能夠表徵 極 滅 道的一個 形象 所以說 他稱之為 共向 所以這邊的 志向跟共向 跟社略學 講到的是 不完全相同的 謝謝法師 欸法師請教一下 就是在得到 極子之後 不是有 兩種修法 一種是 初境形象 一種是 那個 地數之間的 地史形象 那這兩種修法 是一定要先修 初境形象 再修後面的 地史形象 還是說 可以不修 初境形象 直接修後面的 形象 好 我大概就問這個問題 好 這個在 這我們上次在 廣論 有講到的 就是說 雖然說有 這兩種形象 但是前面的 初境形象 並不是 一定需要的 但是呢 地史形象 就是說 要脫離輪迴 初境形象 並不是 一定需要的 但是 地史形象 是一定 必需要的 所以 上次在哪邊 也有佛地子 那一道 別法 它是能夠 究竟的斷出 煩惱種子 就是修習 我真實的 匹婆 症納 那前世 圓滿 之分 講的就是 初境形象 但是如果說你具備了 初境形象 也有修習 地史形象 那就是非常的圓滿 但是 非不可少 它對於解脫 融迴 它並不是 一定需要的 後世 必不可少 之之 然而 地史形象 那卻是一個不可少的 之分 那這邊就很清楚 講到了 好 法師 那 再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一般像我們要得到 奢摩它這些資料 這些環境 對一個居室來講 實際上是有困難的 那 可是我們如果不修 奢摩它好像又沒辦法做比較好的增上 那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麼去安排這個一個奢摩它的一個修行 比如說只是簡單的去練就好還是怎麼樣的安排 能不能請法師建議 嗯 現在這個時代要找到這樣一個完美的環境是確實很困難的 但是我們平常是否能夠去練習止住修呢 其實是可以的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我們確實如果說真的能夠找到這樣的環境 然後常識的去修行一定是可以得到極致的 而且他的修法在掌中解脫裡面有很清楚講到他必須要很長的去修 雖然說你有這樣的一個環境你不能說我修一下然後我上座一下我休息很長時間 這樣是修不起來的他就像磚木去過他要一直去修 所以除了吃飯睡覺上廁所的時間以外 剩餘的時間都要拿來休息奢摩他這樣的一個情況才能夠真正的升起極致 但如果說現在這個時代時間環境都不允許的情況下我們要如何去休息奢摩他呢 其實還是可以去練習止住修的這個時間不一定要很長每天可以花個三五分鐘 十分鐘等等去練習去修習奢摩他的內容 比如說我們圓著佛像試著讓心能夠專注在這個佛像上 三分鐘五分鐘乃至十分鐘這樣去練習也是可以的 那或者說不圓著佛像圓著我們的呼吸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廣論當中講到此處所緣 就是指說圓著佛像他有不共的利益 所以我們還是盡量能夠去練習說找一段時間 那將我們的心都沉浸下來然後專心的去圓著佛像這樣去練習 所以試著讓我們的心能夠定在佛像上呃越長越好那這樣去練習其實那就是所謂的止住修嘛 雖然說還沒有沒有找不到這樣的環境但是我們透過這樣的練習他會種下這種深厚的習氣 然後因為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習慣慢慢慢慢將來一旦有機會有這樣的環境的話我們就能夠容易入手 法師你好我想有些問題問一下可以嗎 可以啊 好的謝謝法師 你剛才說那個佛像要是在止修的時候觀想的時候要是在眉間或者是不能作意的話就最好想的是在持間前面 但是我之前學的那個時候剛剛是禪修初期他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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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应的那个佛像 是不是 是的 好的谢谢感恩法师 另外就是说 你刚才还说了说 要不就是把佛像观修 要不就是把自己的善知识观修 但是中间 善知识的中间心中是 观想是佛像 要用这种方法也可以 是不是 我们刚才说到 是掌中解脱的一个讲法 掌中解脱里面说到 我们要观想佛像的时候呢 并不是说我们直接观想一尊佛像 在我们的面前 而是观想说 这个佛像是从我们顶门 或者说我们心间的上师 变现出来的一个佛像 所以 其实这样的一个缘起就是说 我们在观修佛像的同时 也在修习上师相应法 依止法 就是上师跟佛 其实是无二无别的 我们现在观想的佛 他其实就是我们的上师 我们的上师 其实就是佛陀 所以这样的修习 同时也在修习 一支法 上师相应法 就是要是修习上师相应法的话 就用观想 观想自己的善知识 是跟佛无二无别 用这种方法 如果像你刚才说 观想那个佛像的话 是指修的话 就用佛像的话 是你相应的一种 有一个一款佛像 其实没有所谓的如果是怎样 就是要这么修 就是我们在观想佛像 这个佛像是我们 我们相应的一尊佛像 我们把它牢记在我们内心 那真正在观想的时候 是观想他从我们心间的上师 或者是从我们底门的上师 变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这个观想佛像 其实就是在观想上师 观想上师就是在观想佛像 好的 感谢法师 谢谢 法师想请问一下 就是当我想做这样的练习的时候 比如说面对着这样的一尊佛像 法师刚才有说 都可以拿几分钟的时间来练习 那弟子看着佛像的时候 还有心里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法师 谢谢 心里面 就是专注前程 然后 没有其他的杂念 就是我们心要什么形象呢 当我们圆着佛像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所缘 我们心能够安住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要以政治的力量去绝照 政治力量要觉察说 我们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是否心能够细心于佛像之上 还是说心跑到其他的所缘境上了 所以这时候心是怎么样 就是一种警惕的一个状态 他除了圆着佛像本身 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存在之外 还要留一份心 要去观察说 我们现在心是否还能够安住在佛像上 是否有产生掉相 有注分 有明分 是否还有力分 然后是否有掉局 种种的一个状态 都要用以政治的力量去做观察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的法师 感恩 那是不是还要就是用眼睛 把佛像的那个记住呢 眼睛就是用心 把佛像的那个样子 是这样的一分一分的去记吗 还是怎样 在上座前就要把佛像的形象牢记在内心 并不是说上座以后才再开始看佛像 那时候太慢 上座是要观察我们的心是否有安住了 那在上座前就应该要把这个佛像的形象 已经牢记在我们心里面了 然后上座时就开始正式观想我们所记下来的这个佛像 好的法师 法师想请问 好像我们这些修行人 我们在修到得到极止的时候 或者是僵禅的时候 那修行的人是不是要进入粗禅呢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进入了粗禅的一个修行人 他已经造了这个不动业 这样他来生的话来讲 一定会投胎到这个 无色界或者是色界吗 如果说仅仅只是用粗禁形象的方式来修行的话 得到了极止 或者说得到了粗禅 这个就是造下了不动业 没有错的 那造下这个不动业 因为我们没有去对峙烦恼的根本 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动业 他依然是投胎于轮回的业 所以来生就会投胎到色界或无色界 但是如果说我们修行的极止 他并不是只是停留在 对于欲界烦恼离欲这样而已 如果说在这次上能够去修行无我的圣观 去修行空性的圣观的话 他就是能够断除轮回的根本 他就不会成为投胎于轮回的一个能影业 就不会因此再投胎于上界 投胎于这个 投胎于这个色物色界 当然这还是有一些细致的差别 基本上 如果说对于欲界离欲的话 他还是有可能投胎于色物色界的 这是没错的 但是如果说持续的修持这个 无我的匹婆舍纳的话 虽然说投胎于色界 他依然会去继续他的修行 特别是如果说他能够限制无我的话 即使他投胎于色物色界 他依然会继续断除这个色物色界的烦恼 最终将三界的烦恼都断除 好 谢谢 老师 请教您那个就是393页 地址对这个 就是那个初修业者 这个部分 有一点点疑虑 就是说 因为在略论里面 他有 他有分说 就是 对这个初修业者 初修业他分成 作意初修业 跟净烦恼初修业 那这个作意初修业 他有讲到说是 透由修学 九种住心 生起奢魔他后 在还未获得皮婆舍纳所设的作意 对 地址这个有点不太懂 就是 他到底是在 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法师给我们的那种八种作意里面 是 他是在初业者作意里面的第一个 作意之初业者作意 还是他是仅初业者作意 已经得到极致了 他就是作意初业者作意 他是属于作意之初业者作意 所以他是只有 九住心 但是还没有得到极致吗 是 那 广论这边 广论这边没有讲到 仅初业者作意 仅初业者作意这个名词是从 江梅杨大师的 其他论著里面 讲到的 是 所以广论这边的 作意初修业者指的就是 法师给我们那个 作意之初业者作意 对 那他讲到 禁烦恼初修业者 是属于了像作意吗 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我们讲的是 比之仅初业者作意 事实上是没有提到的 对 那 老师请问 因为略论里面又讲到 第一禁律的禁分 跟第一禁律的作意 那 弟子不是很 很懂这两个东西的差别 他讲到第一禁律的禁分是从 作意初修业 一直到 加行就禁 那 第一禁律的作意 是从 个别了像 一直到 呃 加行就禁 果作意 那他讲的是说 这两个东西是 四句型的关系 所以 应该这么讲呢 从初产的禁分 一直到初产 二产 三产 四产 他其实 都有这样的一个作意存在的 也就是说 这七种作意 在 要获得初产 他透过七种作意 修持 断除 欲戒烦恼 他可以获得初产 同样的要从 从初产 进入二产 他一样要透过七种作意 才能够获得二产 所以说二产 他一样有进分 所以 再讲到第一禁律 七种作意 或者说第一禁律 出 禁分的七种作意 这两个是层次上的一个差别 所以单单讲到 了像作意 一直到 加行就禁 果作意 这个同样的在 二产 三产 四产 乃至说无色界 都是存在的 所以 第一禁律 也就是说 初产的 初产的七种作意 跟初产 禁分的七种作意 它是层次上的一个差别 这样了解吗 了解 所以一定是禁分之后 才会产生那个果 对对对 好 了解 谢谢法师 好 那因为时间差不多的缘故 我们就 先到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一起回向 生生由圣 宗科巴 为座大乘之势力 愿于佛战 尚文道 虽刹那请不战舍 我之师长 宗科巴 或居兜率 或极乐 认处何处 圣净土 我等愿生 眷属守 出物广大 求多文 中宪经教 接教授 后进日夜 骗兴修 魏弘 圣教 骗回向 至尊师长 受兼顾 捷进事业 骗十方 上会 教法 如明灯 长破 三界 众生案 好 好 进去 进去 进去